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因为把那个请求页面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直接请求 在当期这个页面把它给请求来了 就是把当期这个页面把它给覆盖掉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就会产生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在这地方再去获取这个下一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获取不到 它就会抛制一个异常 对对 就会抛制一个异常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能这样去写 就应该这么去写呢 应该要是跟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那个切换页面的一样 对吧 应该是在一个新的窗口当中打开 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的话 那么如果你要在这个新的窗口当中 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获取一些元素 获取这个新的窗口 这个网易元的 那么快你就要去切换到这个窗口上面 对对 这个之前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过 就是哪里 这个地方切换页面 对吧 展开一个新的页面 这的话再切换到这个新的页面上去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改一下 好 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注视一下 然后是那个cell点那个driver 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执行这个javascript再码 那是window点open 好 这里面的话给个当银号 然后给个百分之 这个百分之的话 是用这个ur来填充 好 打开完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切换到这个新的窗口上面去 vindow cell.driver点点什么switch2 点window 那么现在我们比较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式 好 就是这个statium它的那个最新版本的话也是推荐这种方式 就是首先获得到这个switch的这个对象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去切换到具体的某一个窗口上面 好吧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边再来找到那个什么呢 那个窗口 那个新开的那个窗口啊 就是cell.driver点那个什么呢 vindow点那个windowhandlers啊 这里面我们取第一个啊 取第一个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浏览键当中 我们让它保证最多只有两个窗口啊 第一个窗口的话啊 第一个窗口什么呢 第一个窗口就是这一个窗口 就是这个列别页的这块窗口啊 第二个窗口就是什么呢 这个详记页的这个窗口啊 那么如果这个详记页的这个窗口啊 这个数据已经爬完了以后 我就马上把这个窗口把它给关闭掉 然后再从这个页面再去往 再就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好吧 就让它一直保住两个窗口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啊 然后我们这边还要做一点是呢 就是一旦你这地方啊 一旦你这地方解析完这个详记页啊 就是解析完这个详记页以后 那么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详记页 把它给关掉啊 对 说的话我们这时候啊 应该要将单情这个页面把它给关掉啊 那么就是cell点击成了driver 给close close的话是关闭单情的这个页面 对 好 那么你关掉了以后 你还得把这个driver切换到哪里呢 切换到最开始这个页面 就是这个啊 列表页 对对 就是先换到这个列表页啊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啊 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关闭啊 关闭当前这个什么呢 详情电啊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签换啊 签换啊 继续签 呃 换回 继续签换回那个什么呢 那个 职位啊 列表页 是吧 好 那么就是cell点那个driver 点那个什么呢 switch2啊 点window 对吧 然后cell点window handless driver点window handless 然后是第零个 对啊 再签换到那个列表页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ok了 这个话就ok了 呃 那么有个地方的话 我还想再来往上一下啊 就是我们这个啊 啊职位的详细业这地方啊 虽然有这个职位的名字啊 薪水 城市工作年限教育详情 但是唯独没有什么呢 唯独没有这个这个啊 职位 他是有哪家公司发布的对的 说的话 我这里准备把哎 这个公司这个东西把它给加进去 好吧 好 这个是cell pn y community name啊 公司名字啊 是等于什么呢 这里面我来写一下啊 呃 cpn y name 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啊 那么我们也想要去获取下 这个公司名字在哪里啊 我来到这个页面对吧 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取了哎 他是不是在一个叫做 sr的表情里面啊 并且他的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fl啊 注意好 这里面是叫做fl不是fe啊 呃 这个我在背课的时候就发现是吧 我老在写那个fe怎么找都找不到啊 后面发现这是个l对吧 这个字体也真的太太太太大能了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fl啊 好 那么我们就来取一下好不好 好 就是啊 那个atml啊 点spa贴纸 spa贴纸 xpa贴纸啊 要是那个呃 他是放在一个什么呢 放在一个sr表情上面对吧 好 那么就是sr 然后是里面这个 呃 这个class哈 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fl对吧 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下面的文本啊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再给他取一个取营操作啊 取营操作 然后取出来以后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我这地方再来给他调了去这个strip放吧 啊 strip放的话 就将前后的一些这样的空白把它给伤掉 好吧 好 那么这地方再放到这个呢 啊 compare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程序哈 应该算是差不多写完了 好吧 差不多写完了啊 啊 这个地方还要有 还有还有一点没有说到哈 就是这个地方 呃 上几个的话 我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写成这个下面加了个test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地方不能加test哈 如果你加test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他会一直找不到这个元素 我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吧 他会一直等待到这个地方啊 他会一直等到这个地方 呃 现在呢 打开个新的页面吧 哎 这么慢吗 我关掉 再重新来一下 这个页面都打不开了吗 好 打开来了啊 网络有点不是很好 那我先 我先暂停一下吧 如果来到的话 我再开过来啊 使得大家再看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啊 新的页面是来了是吧 新的页面是来了啊 好 来了 这个地方在 一直在等待啊 这个地方一直在等待 看到没有 他是不是抛出了一个异常啊 说那个 呃 timeout timeout代表的是超时 对吧 他说 在这地方啊 等待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啊 等待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啊 超时 就是说 他一直在这边想要去获取 但是一直没有获取到为什么呢 注意同学们 这个地方的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这个X bus啊 这个里面的这个X bus的话 他不像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X bus 这个里面X bus 他只能去寻找那些元素 不能去寻找什么呢 啊 这个地方啊 一个是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啊 这个就是通过这种X bus 他只能去寻找这个页面当中的那些元素 他不能去寻找这个页面当中的这些文本信息 明白意思吧啊 所以你再一直在去找这些文本信息 他是找不到的 好吧 这里面你要把它给删掉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得到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走一遍啊 这个的话 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啊 刚刚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按照我这种方式来的话啊 那么如果写到这个地方 肯定是会有会有一些问题啊 就是一直在这边超时啊 好 这个的话 他就在请就第一个数据对吧 好 请就完第一个用 接下来第二个啊 好 第二个请就完 接下来第三个 第三个对吧 好 第三个请就完啊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第四个对吧 哎 第四个啊 第五个对吧 好 第六个 第七个啊 第八个马蜂窝是吧 第九个中央保险 第十个七十之家 好 十一个是这个追的追的提示啊 还中是中科试拓 然后是上啊 浊汉科技对吧 好 现在后是换了一页 看到没有 换了一页啊 现在是爱奇艺的 对不对 换了一页第二页啊 好 第三页平安科技啊 第二页啊 还是在第二页 费子西西加加 对吧 费子加加 好 不是西加加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爬中啊 就相当是写完了 好吧 这的话我就不去也是的啊 就不去也是的啊 那么现在是已经爬到第二页去了 对吧 如果你继续让他走的话 那么还他还可以继续往下面爬 对吧 继续往下面爬啊 那么我们这个使用这个这个 C的方式去重写 我们这个拉个网的爬中 有个什么的好处呢 是不是你就不用再去担心 之前的这种方式啊 之前如果你使用这个 追快死方式去请就去爬去 这个网友的话 一旦你这个酷比信息啊 他有什么样的变动 那么的话 你都要这个地方不断的要去改 对不对 就会就相当是这个爬中 你要一直看着他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你应该马上去修改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比较单的啊 说的话啊 就是说像这种问题啊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就是使用这个啊 C的让他操作这个啊 Chrome操作这个浏览器 这样这个浏览器 把我们去爬去 这样的话 只要是浏览器能够爬去到的 那么只要有浏览器 能够反过到的页面 那么我这个爬中都能够爬去得到 对了都能够爬去到啊 这样的话就是 比较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对吧 比较好的方式啊 好 那么我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实战的话 就是希望通过 这个项目的话 让大家明白这个 Cinem Cinem 它的开发的一个流程 以及啊 什么情况下 我们该使用这个Cinem 好吧 好 就是说大家好 在科技里面 也要把这个实战项目 自己去练一下啊 练完以后 如果你通过代码啊 这个代码都是完全 你自己可以玩的 独立课的一写出来的话 那么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可以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好 那么这几课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